女孩用一盆水浇灭火炉 取出木炭灰 对上白水给身中剧毒的教皇父亲喂下 其实催吐效果最好的是大份水 但御医不敢用 而博览群疏的教皇之女雷奇亚 曾经看到过用木炭灰对水催吐的方法 便破釜沉舟的试试看 眼看一点效果都没有 御医表示还是不要摧残教皇的身体了 儿子凯撒态度强硬 他绝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 命令先按照雷奇亚的方法进行救治 并继续威胁御医就不回波书 所有人都得陪葬 御医只好取来大份垃圾 雪蕾奇亚全方位的催吐 随后凯撒立马着手调查下毒的幕后主使 凯特此时已经在传教室的房间中 找到了剩余的毒药 和一些敌对教派到明慧的物品 凯撒怀疑此事与道明慧有关 于是下令封锁城门 自己马不停蹄地赶往道明慧搜查 在道明慧一阵翻箱倒柜 和严刑拷打成员后 凯撒得知下毒的元凶就是死敌德拉 然而等来到德拉的房间 却发现德拉早就从密道跑了 凯撒一阵无能狂怒后 命令让一队人出城寻找德拉 然而令凯撒没想到的是 德拉不仅没有畏罪潜逃的出城 反而是换回红衣教袍 大摇大摆地回到罗马教廷 蛊惑红衣书记推选自己成为新皇 毕竟在与法国的战争中 波书为了稳定战局 已经撤销自己的叛教罪了 其实没撤销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善恶是非 是笑到最后的人才有资格评判 正当德拉蛊惑得正开心时 凯撒回来了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凯撒毫不犹豫地拔出宝剑 想送德拉去见上帝 但却被母亲阻止 只因此时他还没有直接证据 证明德拉就是幕后主使 而杀害红衣主教则是一项不小的罪名 其实不杀德拉的根本原因 还是不能让局势更加的复杂 波吉亚家族作为西班牙土豪爆发户 权力的核心便是波叔的教皇权 一旦教皇去世 树敌颇多的波吉亚家族也将万劫不复 所以当务之急事就醒波叔 凯撒让家人先回去休息 自己来搞定这一切 他有预感 随着波叔的倒下 一切牛鬼蛇神都跳出来了 而凯撒的预感是对的 波叔的中毒倒下 许多野心家开始群雄逐鹿教皇位置 并想杀光波吉亚一族 跳梁小丑德拉反而是最弱的那个 除了喜欢雷奇亚的老实人比谢烈 波吉亚一族可谓是举世皆敌 所有的野心家中 波叔的心腹斯福查 得到唐杰卡特琳娜的命令 让他务必争取教皇权 罗马城内的家族密探都是帮手 同时府里的卡特琳娜 米兰公国的米兰公爵 这些散落各地的斯福查成员 都会带兵支援他武力夺权 值得一提的是 卡特琳娜此时就在罗马城中 德拉能成功 少不了他的推波助澜 德拉只是位王前驱的棋子罢 第二天 德拉还在蛊惑那些书籍 只要让自己当了教皇 就会赐予他们更多的权利 并且还会平分波吉亚家族的财产给他们 一听到要拿自己的钱 抠门的波叔直接垂死并终金座起 怒吼谁动自己的钱 自己就跟谁全家拼命 与毒药斗争了一天一夜后 波叔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而德拉的教皇梦也再一次落空了 同时势单力薄地他跳出来作死 注定是要被清算到底的存在 德拉趁乱地赶紧逃窜 却被死死盯住他的凯撒抓住 流窜了两机的德拉就此落网 但也只是暂时的 而波叔的醒来 不是一切杀戮战斗的结束 反而将杀戮战斗推向高潮 在吃了50斤大粪以后 教皇从剧毒手中成功死里逃生 但叛逆者们害怕被清算 决定放手一搏的刺杀波叔 心腹斯福察偷偷拿出匕首 准备给沉睡的波叔最后一击 送他去见上帝 千军一发之际 凯撒突然闯进房间 吓得斯福察赶紧把刀收起来 凯撒表示自己在来的路上 看见波叔屋子里全是侍卫尸体 就带人来保卫波叔 而斯福察看见影子杀手凯特 在这种情况下居然不在凯撒身边 担心凯撒有什么计划 于是自首他的唐姐卡特琳娜 命令自己必须杀了波叔 并且派人要杀光波叔全家 凯撒文言大吃一惊 急忙回家救援 而斯福察担心的影子杀手凯特 其实已有预感地先回家防御 并且利用自己精妙的暗杀套路 将那些刺客一个一个反杀 等凯撒赶回来时 刺客已经被杀的只剩下一个了 凯撒顺手解决了那个刺客 在跟凯特说了一句谢谢后 急忙去查看雷奇亚他们 万幸在凯特的保护下 他们只是受了一点惊吓 事后 醒来的波叔问及斯福察 为什么不杀自己 斯福察表示自己是一个孤儿 对家里没什么感情 反而是波叔的仁慈让他感受到爱 所以才舍命地保护波叔 说白了 就是自己是一个孤儿 哪怕当了教皇也是傀儡 反而是跟着波叔混 至少能混个实权的副秘书长 所以对波叔那是一万个忠心耿耿 在斯福察的口中 波叔得知卡特琳娜本来就不服波吉亚 表弟被凯撒所杀 儿子差点被胡安弄死以后 卡特琳娜就跟波吉亚家族不死不休了 除了刺杀计划以外 卡特琳娜还顺手放了在监狱中的德拉 一来是让他顶替谋杀教皇的罪名 二来是就是刺杀失败了 也能给波叔找一个对手 为了全方位的针对波叔 卡特琳娜还命令心腹弗雷斯 召集了很多波吉亚家族的敌人 组成战略同盟的敌对波叔 并从这些家族中抽取次子次生子 由弗雷斯带头组成专门暗杀的炮灰团 他们都有波叔影子杀手凯特的拳脚 不知不觉中 卡特琳娜居然搞出这么多事 凯撒觉得他们应该全程搜捕卡特琳娜 波叔却表示不用搜捕 你来窗子边就可以了 此时的窗外 卡特琳娜大摇大摆地站在路中间 朝波叔露出一个挑衅的笑容后 大摇大摆地走了 他知道波叔在内忧外患之下 是绝对没办法对自己动手的 事实上正如他想的那样 波叔他们除了对卡特琳娜的背影 骂了一个小时的脏话外 拿卡特琳娜根本没有办法 这次的中毒事件 让波叔的疑心值飙满 所有的书鸡不是祈祷他去死 就是想谋权篡位 就是心腹私腹查都有造反之举 波叔不再相信自己的书鸡团 决定血洗漱集团 换上自己可以信任的人 热恋中的小情侣即将完婚 然而丈夫却坚持守身如玉 雷琪娜只好找来哥哥凯撒倾索 凯撒看着眼前的一幕 也有些不知所措 但犹豫片刻 还是收住了脚 雷琪娜说出心中苦闷 他的未婚夫比谢烈公爵向神发过誓 要一直保持自己的真结 只愿意自己的妻子发生关系 这就意味着 他可以容忍二婚的雷琪娜不是第一次 但不能容忍象征着不解的雷琪娜四生子 比谢烈公爵话里话外 已经透露出不想要这个孩子 当然这个只是其次 关键的是比谢烈的堂哥 纳布勒斯国王不想跟波吉亚家族牵扯过多 于是绝对不允许雷琪娜带孩子嫁过去 纳布勒斯已经成功复国了 雷琪娜十分委屈 凯撒只好安慰他 不带孩子是他未婚夫的损失 也是那布勒斯的损失 两人之间的气氛 也在交心间渐渐变味 最终还是侍女敲门送来婚纱 才让凯撒清醒过来 借阻止波叔继续杀人的理由 仓皇地离开 而雷琪娜还在这份禁忌的情感里回味 凯撒的借口不是无地放逝 此时的波叔正在血洗叫停 他利用斯福茶自首为影子 让斯福茶交代与他勾结的书籍 随着斯福茶随意乱咬 波叔的政敌书籍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被波叔一个个废掉书籍位置 没收所有财产 逐出意大利的地盘 这典型的杂饭卵行为 得到书籍们的武力反抗 他们不是痛骂波叔就是恶魔在世 抨击波叔他们的一切罪恶 就是想办法的刺杀波叔 跟波叔同归于尽 但在波叔的早有预谋下 这些书籍都被谋逆等罪名 一个个处死 波叔完成他的血洗的目标 但波叔也是吃了很大的亏 有一个书籍在临死前 一把火烧光了国库地气债权 这就是意味着被教廷欺压 欠债或失去土地的信徒们 跟教廷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而他们从国库偷拿的钱财 波叔也别想全部追回 除非波叔无理由的杀光全部输机 吞并他们的所有财产 对此波叔不仅不觉得矫枉过正了 反而是觉得杀得不够狠 凯撒只好告诉波叔 再杀下去只会引发内战 所以他们必须重组教皇卫队 事实是他们组建一万人的教皇卫队 但连三千人的轻步兵都装备不起 这样赤手空拳的军队 连上战场都是问题 听到这里波叔才冷静一点 表示自己不会再清洗下去了 波叔一方面用收刮来的钱财 继续装备教皇卫队 一方面拍凯撒去奈布勒斯谈判 想用雷奇亚多增加一些聘礼 但事与愿违 刚刚复国的奈布勒斯虽然穷得抠脚 还不如波吉亚家族呢 但奈布勒斯国王特别的赚 不仅不打算多增加一些聘礼 换取教皇的大义支持 还不准雷奇亚带着孩子过来 尽管凯撒态度十分的强硬 用不结盟来威胁国王 但奈布勒斯国王十分清楚他们的软肋 奈布勒斯需要罗马的大义支持 但罗马又何尝不需要奈布勒斯的武力支持呢 不同意结盟这种空洞的威胁 他根本不放在眼里 而至于雷奇亚那个懦弱的未婚妇 全程一言不乏 全然不维护雷奇亚的利益 得知交涉失败后 雷奇亚只能躲进哥哥的怀里伤心哭泣 这让凯撒格外的心疼 凯撒去找波叔求情 表示现在的那奈布勒斯穷得抠脚 根本给不了他们太多帮助 谁知波叔表示这很好啊 他们越弱小 自己才越好控制他们 奈布勒斯虽然刚复国的穷得抠脚 但全战南意大利的土地不是假的 波叔表示这个婚必须得结 同时凯撒也得去法国联姻 前几天 法王路易十二来找波叔求和 其目的是想让波叔帮忙 解除他与又丑又霸道的王后婚约 波叔答应了 打算让凯撒拿着离婚同意书 去法国大捞横财 并与法国贵族联姻 这看起来是法国与奈布勒斯的关系 却也完美地道出了凯撒 与雷奇亚之间的感情纠葛